因因近期新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许多店家生意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此,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国税局也延后报税至6月30日 财政部中部国税局南投分局长黄昌宏表示 针对新冠状肺炎疫情蔓延 全国宣布进入第三级警戒 因此针对停止零贵报税的服务 全国将延至6月14日子 可采用线上网络及手机报税的方式 让民众在家就能够轻松报税 针对全国疫情已经进入第三级 所以有关于零贵报税的服务 全国都一样 都停止到6月14日子 都停止民众来受理零贵报税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因应这样子的一个 报税情形的改变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纳税义务人 都利用网络报税、手机报税 那今年我们推行的新的一个政策措施 就是手机报税跟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 民众可以在家就可以完成报税的手细 先言言内学表示 近期新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也感谢国税局的用心 透过数位报税的方式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避免疫情扩散的事件发生 透过手机或者电脑的方式来轻松报税 在效率上也提升许多 我们知道五月份是我们报税的季节 那么同时又碰上我们COVID-19后半段的 一个疫情蔓延 会影响到我们人民的一个接触 所以我们国税局也很大心 还有我们中央也一再的宣导 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数位的一个报税 尽量避免与人的一个接触 让我们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而且也能够将我们的这个 报税的程序能够完备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几乎是人手一击 我们可以透过手机的方式 或是电脑的方式来做一个报税 让我们的效率能够更高 同时也尽我们的责任跟义务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透过线上进入报税网页 跟着教学完成五项步骤 就能够轻松报税相当方便 接此也能够避免任意人之间的接触 使疫情扩散的事件不会发生 是非常快速又有效率的方式 接着休文俊南投采访报道